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的 让大家欢迎这个野兽老师 也好久没联续了 咱也没微信啊 别那么想了 是没事没事 也确实不太想家 没有比同事更深的关系 互相欣赏互相欣赏 大家好 我叫野兽 讲头我就今年应该是第十一年了 哎呦 太久了 一下暴露年龄了哎呦 这个古达可能有耳闻 因为当时我们在深圳相识嘛 那帮人你也就知道了 我留在深圳聊 现在红的红到什么 透过大会做大会的总编剧 红到却在上铺的兄弟啊 什么这些人都是WP的 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了好不好 咱们听完的聊 真实介绍一下啊 大家好 我叫野兽 我今天聊什么呢 我觉得失恋是人生最痛苦的经历之际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夸张 我在上海失恋那段时间啊 我走在路上 我过马路 根本就不看车 我直接走 撞撞撞 撞死单人狗 他们没人担心 没人关心 撞我站着你好撞好吗 但是你在上海啊 如果你来过上海 你知道 你在路边走 你刚走到路边 就会有个仪器在叫 你以红灯月线 请退回等待 你以红灯月线 请退回等待 这是我失恋之后 在上海感受到的 唯一一丝温暖 他一直叫 你以红灯月线 请退回等待 你以红灯月线 请退回等待 我就看着那个仪器 没用的 回不去了 失恋的人那个状态真的很差呀 我那会我去吃饭 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人都能刺激你 我那餐厅 往那一站啊 我还没开口呢 那服务员 你好先生 欢迎来到我们店 刚刚推出新的酒阵果 这第二杯半价 什么意思啊 第二杯半价 我需要第二杯吗 第二杯半价 第二杯半价 你告诉我第二杯 他做错了什么 他为什么是半价 他跟第一杯 不是一开始好好在一起的吗 为啥分开之后 他怎么贱呢 他看我语无伦次 他就不推荐了 为了缓和我的情绪啊 他说 先生 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 让后面的情侣先点吧 有个东西啊 你失恋伤心 你一定不要碰 情歌 哇 因为你失恋的时候 你 你的 你心在低血 你知道吗 你心在低血 你碰那玩 你听情歌 你就是放血呀 就比如说那首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太委屈 最离谱啊 没有之一啊 最离谱没有之一啊 分手快乐 这首歌是我认为最恶毒没有之一的这首情歌啊 分手快乐 分手怎么可能快乐 你告诉我 分手跟快乐这个词 这两个词可以放在一起吗 就好像结婚和绝望 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啊 但是分手怎么可能快乐嘛 不过有一次我刚刚讲到这啊 在深圳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 你分手 我快乐啊 所以说这个世界深 这个世界对于单身的真是恶意满 真的我的爱情观是这样的 分开了不合适 你有什么办法 你能做的只有疗伤 好了 走出去 邂逅更好的人 这是爱情的本质嘛 不要哭第二次太卑微了 真的 哭第二次太卑微 绝对不要哭第二次啊 因为哭第二次 半价 好谢谢 谢谢 因为这是云录制嘛 没有观众没有什么的 压力肯定很大 但是你就完全没有受影响 这个绝对是老将的积累啊 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 我想去让野兽老师 代表老将去参赛 给一个嘛 段子非常的熟练表演 稳扎稳打 然后 但总感觉有一种气质 好像有点怪 因为我能理解十一年了 然后看着身边的人 有那么几个说一起起步 最后好像比自己红一点的样子 因为 李淡和我就是这种关系嘛 然后 但是 我总感觉 人家人就吐着 咋的 你讲的再好有啥用 老子比你红 你看就是你的这些言语 这些言语让人觉得非常的不真诚 其实咱们说实话就是干阵多年了 会有周围有混的比较好的和比较不好的 但不论如何也不是那个混的好的人的错嘛 所以咱们其实可以不用带着这些歌起 就把这些卸起来 你就表演之后呢 你就是认真认的就是 就很轻松的就在那里演就好了 好呀好呀好呀 我只是突然有的时候会感觉 也色尔士的东西有的时候太靠功名了 我反而是会觉得 在一整段听完之后 可能有点 就是感受不到也色尔士个人的那种魅力 或者是说个性什么之类的 好 嗯 谢谢 真的是说了很多年的特务秀 就是唱功非常了得 然后 但是 我也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有点陈旧了 短视频平台跟节目需要的 这个能量的和信息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在节目上来说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密度可能确实不太够 那就是野苏老师有现在有一盏灯 先进入我们特务大会第三季的 这个选手的待定职务 辛苦了 瘦哥 这位选手啊 又是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啊 说自己说的是这个土味的脱口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叫Turi 然后是一个东北人 我的主页是程序员 我讲这个有两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 你跟其他的东北选手 或者是程序员选手有什么区别呢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特色是啥呀 我现在最大的特色就是口气比较重 行吧 你来吧 来 请开始表演 你们好 我叫Turi 我是个程序员 这个发量就会让我感到特别困扰 我的同事总结到工作能力不认强 我们共门的主流发型是地中海 而我 还有刘海 想不吸引他们仇恨真的太难了 我就稍微这么一甩 就算炫富了 我甚至会把简历里的照片 批得稍微故意 就 毕竟在我们行业 再厉害的项目经历 都比不过发肌线 风光后移 更能说明问题 你们可以看出来长得比较瘦吧 当我出生的时候 8斤6两 我爸给我起了一个想要的名字 叫报肥 就表达了一个像2斤的胖子 对自己产品质量那种自信 我现在瘦成那样了嘛 老婆都这边看不上我 我一回家骂我怎么瘦 从你瘦这个德行 我都能把你装下了 就你瘦成那样呢 还有小姑娘能喜欢你啊 为什么怎么回事 你把我装下就能照着喜欢了吗 咋的啊 姑娘都喜欢俄罗斯的套娃是吧 就跟我爸比起来 我妈真的更不喜欢出众人 就她为了给我安定秋裤 在我不能事的时候 根本懒得骗了 就直接把秋裤缝在牛仔铺子里 这玩意诀啊 把内铺缝进去更好了 俄罗斯套铺嘛 就我妈凭一己之力就发明了家中牛仔铺 我在上初中之前 我一直觉得牛仔铺应该是有两成的 就当我稍微的辨识能力了 我妈发现骗不了我了 就开始诅咒吧 我不算秋裤出门才开始了 秋瑞今天不算秋裤就要出门了嘛 那不得定是感冒了嘛 今天你要不感冒 你当我白车行不行 这不就是废话吗 你感觉我妈也挺可爱的 就像那种法力比较弱的魔法师 就哈利波特主教的时候都是 阿玛达守命 主教我哈主教的时候就是 阿玛达守命 要是守不了命 你当我白车行不行 挺可爱 我大姨 葫芦岛居里夫人 就每天都能发现一种新的致癌物质 就在她的任务里吧 就所有能使我快乐的东西都致癌 我现在跟着有种默契 就是今天我吃了麻辣汤 明天她就能发现麻辣汤载 我现在吃饭就感觉在和她晒跑啊 就只要我吃得足够快 她的载物质就追不上了 我今天就准备这么多 时间也差不多了 口音没那么重 太行 我觉得从一开始的你的情绪就是有点 挺挺好玩的一个情绪 有点梗子劲的那种劲的那个情绪 但是但是问题就是在一场呢 你后边讲的段子 后边比如说你跟你爸妈的时候那种 你学你爸妈学挺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劲情绪 能不能就跟着你的段子 再有一些变幅 我现在这阶段好像就只能把过 只能把过这一点情绪 然后我所有段子好像都是差不多这一种情绪 就是也得尝试 反正我就我先给一个我就 我鼓励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这位老师呢就是比较散一个一个的 然后就那个耿旧的劲是挺好 口音确实没什么问题 确会有一些人不喜欢东北口音 但是会有很也很多喜欢的 咱就不顾及那些了 咱就用这个东北口音继续发展 我觉得您这个现在因为比较散嘛 我就先不给了吧 好吧 好 谢谢 那我觉得你的耿里面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和我们其他演员 或者说一个新人在线下讲的一个思路逻辑很不一样 我还是很惊喜 我是第一次看邱瑞的表演 我也是第一次看一个演员表演完之后 不知道怎么点评 就是纯粹的喜欢你 我觉得你其实特别自然 我感觉我有一种预感 你是能写那种很怪的很清奇的 梗的 好 那邱瑞就获得了一盏灯 然后就先带定 辛苦 好 谢谢邱瑞 谢谢邱瑞 梗瑞也还行 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 好 那么有请假号 因为脱口秀演员 他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见解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当别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问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解释的越多 说明你的学校越烂啊 我本科毕业于潘志华学院啊 然后 你们的冷漠有点伤害我啊 我觉得大盘有点情伤害容易 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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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知道 上一次有个大姐坐在第一排更过分 当着我的面拿手机上网搜 潘志华学院 哪个潘来的 我们说自己是潘志华市第一所大学 听起来是不是厉害很多 我们简称叫自己潘大国宝级院校 潘大 这个同时就给古大老师和建国啊 这个逻辑在相亲上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单身的 但相亲也是一样的 你想一男一女相亲 如果这个男的解释的越多 说明这个男的越烂 你想一个姑娘跟我相亲对吧 你坐下自我介绍呗 我叫贾浩 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但是我有其他正经的工作 没有买车 没有买车 但是我有驾照 八年了 一分都没扣过 没有买房 没有买房 但是我租的是主卧 独立未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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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于潘之华学院 没没听过呀 你等一下啊 潘之华学院未遇太傻了对吧 真没有实力的男人回答绝对言简一干 麻烦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免贵姓马 免贵姓马 单名一个云子 心动了 想嫁给你啊 嫁不了 叫您父亲也可以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潘之华学院的段子我讲了一段时间了 直到前几天一个很好的朋友问我 说 浩浩 你明明后来考研去了北京 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你为什么不讲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子呢 我很认真地告诉他说 因为潘之华学院普通且可爱 大家会笑 中国人民大学大家觉得你在秀 大家不会笑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说 我们麻省理工才不好笑 我当时我笑麻省理工 哪个省来着 谢谢大家 谢谢 古大老师收到谐音梗开心吗 这不是同时献给我们两个的爱吗 而我早就习惯了 英文谐音梗 英文中文双关谐音梗 我觉得上台的观众已经被建国培养的 就特别的抵触 他们不叫抵触 他们喜欢且要去像德文社一样去 鱼鱼鱼这个谐音梗 好吧我全责 我全责 我全责 然后我看您的资料是 您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主持 主持人大赛的冠军是吗 对对对对 主持人大赛的冠军 然后刚刚开始讲单口 台风稳 我们这有几处尬的地方 又是云录制 都没有影响你的流畅度 这是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给人的感觉 就是你在用很纯熟的表演 很漂亮的停顿和节奏 再说一件不是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各个方面的速度来说 是直播一盏灯的 一个是有点平了 再一个技巧也是很熟练 包括你的声音 有的地方有一些可能 会有一点讲演的痕迹 我就先保留一下 我总体看起来是觉得 稍微缺乏一点个性 就仅就这五分钟的表演而言 稍微没有能显示出 我想看到的那种个性和个人风格吧 总体感觉的话 还是能看到它很深很深的功底的 然后脱口秀大会警组会再关注您 然后我们也会去看看您其他的作品 好谢谢 辛苦了 贾浩老师 贾浩老师 谢谢 下一位演员他叫杨波 他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之前在重庆 然后去年就是脱口秀大会二拨好 这就非常坚定的就来了上海 我们接近杨波 我准备好一下吧 我叫杨波嘛 对 贾浩老师进了脱口秀大会要挑战谁 我要挑战导演组 我看他们敢不敢让我进 他想必是不敢的 好 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自己的演出呢 今天讲一些那个上学时候的事情吧 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既勇敢又怂的一个人 可能你们觉得矛盾 但是他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我的勇敢表现在 我是敢去打架的 就是有人叫我去打架我是敢的 我怂的方面在于 我从来不敢跟人表达我的自我感情 就是我从来不敢跟女生告白 举个例子 比如中学时期 我喜欢一个女生 你让我跟他讲 我喜欢你 我是不敢的 但你让我打倒是敢的 我大学的专业跟脱口秀有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因为我大学专业比较高端 可能超出各位的认知范畴 我大学的专业叫水产养殖 对 就是养鱼 就是养鱼 所以严格来讲我是一个渔民 等我红了我就是渔民红 好 好 建国老师 你这个牌子今天很有用处很有用处 现在我出来工作嘛 我不想养鱼 但我发现我很难找其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专业 适应面很窄 就有人说 杨博你看着挺高挺壮对吧 你去干体力活干工程啊 但我告诉你们不一样 因为工程它不仅是一个体力活 它有很多技术在里面 我确实不太懂 我大学确实有一门课叫 渔业工程学 渔业工程学 你们知道这门课是干嘛吗 我们这门课主要内容就是编鱼网 对就是编鱼网 我们当时四十多个人 挤在一个小实验室里面编鱼网 我觉得那个场面就不像什么高农学府 就像农村一群大妈给那儿织毛衣 真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边织 还会一边聊一些班里的八卦 所以我觉得 幸福我妈不知道那个地方 不然她能过去当教授 因为她太擅长了 我们编了一个学期 最后每个人编成了一张 四十厘米长四十厘米的网片 最后一节课 老师让我们把所有的网片连在一起 连成一张大网 然后去捞鱼 当时我们去了重庆一个地方的朝天门 朝天门是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教会的一个地方 我们当时去那捞鱼 我当时作为我们专业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我就承担起了撒网的义务 我就咔用力撒那个网 然后没有拽住那个尾巴 然后那个网就被长江冲走了 当时长江冲走的不仅是那张网 还有我的期末成绩 以及我对这个专业所有的感情 所以我现在来上海 就想看一下 那张网现在到上海没有 好好 谢谢你们 谢谢导演主 跳得太棒了 我感觉就是前面你说你是一个水产专业 以这一件事本身的东西有点多 这个其实有两番就行了 后面那个正活可能快点入 然后还可以翻点别的东西 就包括你在生活中 如果是干水产的话 你能有一些对生活有啥帮助 就是这种感觉吧 感觉为了那个后半段 为了你的后半段 杨博看得出来编剧工理非常好 我个人是觉得你这一段表演 其实在状态上可能还是不够成熟 还有就是这个讲话有一点吞字 整体来说我觉得表演状态上 没有匹配到你的这个段子 唯一的考虑可能就是 如果在节目上呈现的话 个人的风格会不会比较鲜明 但是我觉得文本是没有什么挑剔的 我觉得还是我挺喜欢的 然后这个主题从头到尾都很顺 而且你这个又很奇特的经历 你养鱼的水产专业 所以又就有一些共鸣 但是又不特别容易找共鸣 不过你从头到尾切入点 包括你的呈现都特别好 那我就想给你个灯 谢谢 谢谢郭大王 谢谢 好谢谢 谢谢秦文老师 谢谢 谢谢杨博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 谢谢